今天主要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10天掉了6斤的一些小经验 我身高1米64 其实体重常年维持在96到98斤 但是过年吃胖了10斤到108 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的减脂计划 首先第一点是体质 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你才能知道怎么减得更高效 比如说储肌能力等级 我的是2宝哥的是3 那3的呢它就更加容易长肌 长肌 长肌肉 增肌 对 其他的呢就是包括一些你的身体的 这个基础代谢率 还有身体所含水分 骨量等等等等 是很多项指标综合来决定的 所以呢我这里是建议 如果你想要系统的开始减脂的话呢 你先得入一个体脂秤 因为体脂秤呢能够直观的去 检测到你身体的各项数据 方便你每天去观测 如果说你不想入的话也可以 你可以直接去健身房去测 健身房的那个呢 它设备仪器更大 也更精准啊 在你了解自己的各项身体的指标之后呢 你就能够从不同的维度去改善这些点 然后从而呢使你的运动更加的高效 更加有针对性 第二点呢就是刷纸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你选择的这个有氧的减脂方式啊 那我们公认的啊 这个有氧运动力比较好的就是 跳绳 游泳 跑步 那其他的呢也有很多 比如说动感单车呀 椭圆仪呀 还有就是跳减脂操啊 搏击操啊 或者是直接去学搏击等等 那这些运动类呢就太多了 自己可以去检索一下 也可以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这个项目啊 第三点呢就是怎么去搭配运动 有的人说啊 我天天都在跳减脂操啊 但好像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也不掉秤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搭配方式没有搭配好 我们一般来说是有氧和无氧要搭配在一起 很多人又不知道无氧和有氧的区别了 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专业的 所以那些专业的术语 我也没法给大家讲 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来理解 就是有氧运动呢 它的心率是在60到80之间 它呢是强度比较低 但是持续时间比较久的运动 比如说刚才我前面提到的那些 全部都是属于有氧 有氧呢 它是能够消耗掉你体内的蛋白质和淀粉 那无氧运动呢 它是消耗你体内的糖分 而且呢无氧运动 它的心率是在170到180之间 也就是说你在短时间内 做高强度的训练 像健身房那些器械啊 负重的那种运动啊 全部都是无氧 自己在家也是可以练无氧的 就比如说我在视频里 那些局部塑形 我去练核心 卷腹啊 仰卧起坐 然后那个平板支撑 还有是什么 深蹲 对深蹲是练臀嘛 无氧运动就是用来增肌的 就是在你的肌肉含量升高之后呢 它会有助于你的有氧运动 消耗掉更多的能量 对吧 跑起来有劲的 跳起来也有劲的 对 有氧运动的时间 基本上是在40分钟以上 然后一个半小时以内 再外加半个小时的无氧运动就可以了 然后再拉伸 第四点呢 就是饮食了 俗话说三分练 七分吃 说的就是这个啊 你在练的过程当中 你的饮食也要特别注意 那我自己在 这个酒店的这11天 我都是采用一个过午不时的方法 因为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选择吃的 然后隔离餐的营养又太过于丰盛 油太大了 没有办法就是每一餐都吃 跟我这个过午不时比较类似的方法 就是16加8饮食法 8加16不就24吗 24个小时 一天只能在8个小时内进食 你可以吃早中晚餐 都在8个小时内 8个小时之后的16个小时 你就不能吃任何的东西了 但是可以喝水啊 我们饮水量要保证一天两升这样的量 不能喝饮料 对 无糖的饮料也不行啊 就是喝水啊 有的人问喝黑咖啡行不行 应该是可以在早餐之后喝的 早上喝黑咖啡 但是因为我自己不爱喝咖啡嘛 所以我也没有研究过啊 对 果汁也不能喝 鲜榨果汁也不能喝 鲜榨果汁你还不如吃水果呢 另外就是要补充优质蛋白 少盐 少糖 少油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吃一段时间 你也会感觉到 哎呀 自己的这个肠味道都很轻松的感觉 饮食这一步呢 就需要你去管住嘴 那有的人就说 我就是管不住嘴 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加大运动量 如果你真的想坚持的话 你每天的运动量 要足以cover掉 你吃进去的这些能量 另外说到碳水啊 碳水不吃是绝对不行的 因为之前我姐妹 用21天减肥法 就是靠节食减 她大姨妈直接出走了 而且这样的话 气色也不太好 所以呢 日常我们还是要 摄入一些碳水 然后之后呢 我可能就不会每天 去跟我的这个 减脂日期 我可能会隔个几天啊 更一下 就是让大家知道 我有在运动 有在记录 然后也有在调 因为接下来 我们可能就要去忙 我们的装修的事情了 对 好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大家一起动起来 工具人宝哥下线啦 下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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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at你 帮 calculated